因為我很喜歡看那個風鬥劇 歷史劇 我一想起那個四阿哥跟八阿哥 還有那個習近平跟柏西來的 最後演到的這個賴清德跟正宏餐 不過是這樣啦 正宏餐是過去傳聞就很多 其實我比較奇怪的是 你們七年前就已經在監聽了 還有跟蹤太少什麼一大堆的 我們七年後才辦 這實在是太奇怪了 這個是變形的表現是仰漢 還是凱曉飯才才可以辦 還是說你要被鬥才可以辦 這實在太奇怪了 至於我個人 我常常想說我沒有做什麼壞事我怕什麼 我每次說公開透明 有關我的 如果對我有疑問 把那些公文全部都調出來 就不上網公開 看哪個用頭的底子來講 假處分這件事情是 因為這一次國衛閣通過的法案很多 我不曉得到底要什麼處理 是全部都假處分 凍結還是說哪一條凍結 我都不曉得就是要看他們 看他們什麼訓判 還一點不要預設預設 還一點不要非打假設性 其實如果是我們政治上的判斷 以賴清德的個性 他只關心他要不要去國衛報告哪一些 其他拉法的沒意見